我們現在看到了 就連烏來山頭也煞起了 陣陣的白雪 還有小朋友開心的打雪仗 讓整個的空氣不再這麼的冷氣 還把七百九十公尺的信賢禮 烏來山頭白矮矮一片 水白之中讓原本的綠意盎然 增添一份浪漫氣息 迎白色水景 大朋友小朋友都不亦樂乎 畢竟烏來就能賞雪實屬難得 安心 今天來做什麼 玩雪 很好玩 那有沒有覺得好冷喔又感冒了 有沒有感覺 今天就是看到下雪下蠻大的 然後整片白茫茫的 那種感覺很興奮 不會寒流低溫 帶著西瓜皮照樣騎機車上山 追雪大媽的熱情 完全不輸給年輕人 這邊就連桌椅這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明顯這個積雪有多厚 大概五六公分左右 而且這整個雪感覺是非常蓬鬆 非常鬆軟的 不過說到烏來 大火第一直覺 是不是想到野溪溫泉 來個冷熱大反差 不過看看現況恐怕會緩滅 過去烏來著名的野溪溫泉 現在通通都已經封閉了 卻有民眾自己攜帶超大的澡盆 來泡露天溫泉 形成特別的景象 可惜海拔不足 不管是已經封閉的野溪溫泉 還是人多道報的溫泉街 都沒能像在日本一樣 冷瘦瘦的天氣之下 邊泡湯邊賞雪 但相較其他高山都要超過 一千公尺才會下雪 這回烏來意外雪景 驚豔襲驚 記者周天杰和威榮新聞去報導